达摩是禅宗始祖 但其在修行之处 始终是无法控制心魔 达到无我的境界 为了提高自己的修为 他离开天竺来到了中原 达摩过江不坐船 一招芦苇渡江 直接被当地百姓视为神明 而一群招摇撞骗的和尚 似乎也嗅到了商机 连忙邀请达摩到少林寺一许 无视献殷勤 无力不及早 果不其然 这群别有用心的和尚 一边喝酒吃肉 一边拉拢达摩 要让达摩跟他们一起装神弄鬼 来转个盆满钵满 达摩怎会跟他们同流合物 起身就要离去 结果和尚不愿意了 既然点化不了 那就用武力解决 达摩三拳两脚 就将和尚们给制服了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一群山贼闻着铜前卫 就来少林寺打劫了 说是五天后 必须把骗来的香火钱 如树奉上 期间 达摩点化了一个赌徒 这家伙以赌为生 有钱赌钱 没钱赌命 达摩一身入局 要用五根手指头 来换取赌徒 从此改良从政 而所赌的是达摩身上 究竟有几道疤痕 当达摩掀开衣服后 身上果真是三条疤痕 但达摩以雷霆之势 抢过赌徒手中的匕首 对着胸前就滑拉了几下 当年有佛祖割肉未营 今日有达摩流血 点化世人 最终 赌徒被达摩的精神所感化 从此借赌丛粮 跟随达摩 达摩以德服人 必要的时候 不排除使用武力 期间 他还点化了一个 抢买抢卖的女土匪 达摩以高恶酬金为诱饵 让他们将其给抬到少林寺 结果 四个壮汉使出了吃奶的剑 就是抬不动轿子 女土匪看达摩 是诚心捣乱的 便命中人动手 将其给碾下轿子 起料 他们那些花拳绣腿 在达摩跟前 根本不够看的 就这样 女土匪也被达摩给降服了 转眼 五天之后 山贼们如约而至来取钱了 他们一看少林寺 这么多的帮手 那就预示着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接下来 就是山贼大战僧人了 少林寺有了一些 狭义之事的帮助 很快 就把山贼们 给打得溃不成军 而且 山贼头子 还被达摩给赶化了 并表示 以后弃恶从善 来 扣血大师不杀之恩 起料 就在山贼们回山寨之时 他们竟被一群人给围剿了 这群人各个武功高强 心狠手辣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将山贼们给杀的一个不胜 生死之际 达摩再次出现 救了山寨头子一命 原来这群人是两一关的人 他们跟少林寺自来是水火不相容 八字胡还想跟达摩过两招 起料 达摩一掌推下去 便将八字胡给怼成了重伤 就在达摩准备回少林寺时 他发现一个受伤昏迷不醒的人 达摩大慈大悲 不以他是两一关的人 见死不救 而这个被救之人名为神光 也就是后来的慧可大师 禅宗二祖